近期 俄军加大了对乌境内军民两用目标的打击力度 最新情报显示 乌军后勤和弹药补给出现严重问题 俄军在巴赫木特 奥扎里亚尼夫卡 捷尔任斯克 以及阿瓦迪夫卡方向的推进 正在取得较大进展 来自俄罗斯方面消息称 俄军正规部队和瓦格纳雇佣兵集团 正从巴赫木特的南北两个方向 夹击城内乌军 而乌克兰军队四已耗尽了弹药和补给品 俄方向城内喊话 要求乌军无条件投降 但乌军则一直拒绝回应俄军的劝详 如此看来 经历过蒂涅伯和大撤退之后 俄罗斯想再制造一个马里乌波尔钢铁厂的战绩 越来越不容易 然而让西方焦虑的是 在整个顿巴斯战场 乌军的炮弹 导弹和子弹都出现了短缺 在俄乌冲突前线采访的俄方记者 发现乌军的抵抗强度明显降低了很多 一方面气温逐渐下降 乌冬地区已经出现连续降雪 乌军被压缩在防守阵地周边的狭小区域内 加上俄军炮火覆盖从未中断 这就更让乌军的防御显得十分艰难 从国外社交媒体的视频中我们发现 负责巴赫木特城郊防守的乌军 蜷缩在满是泥水的散冰坑内 在气温骤降的顿巴斯战线上 乌军防守的难度陡然增加 与西方媒体上的宣传截然相反 实际上 乌军在后勤方面已经出现了一系列尖锐困难 一方面西方向乌提供的北约制式弹药 总量正在不断下滑 另一方面 乌军大量苏制武器的配套弹药全部耗尽 自十月下旬以来 来自中东欧国家的苏式武器弹药库存 就已经告急 根据乌国防部的统计 乌军11月以来 仅仅接收了很少量的苏式武器弹药 这意味着乌军的大量前苏联制式武器 全部失去了作战能力 苏联都解体32年了 但今天俄乌战争上 苏制武器仍然称雄一时 这挺令人唏嘘的 而乌军手里的北约制式弹药同样也不乐观 十月上旬开始 西方国家的可调配弹药逐渐见底 泽连斯基最近多次向西方公开抱怨弹药不足 不管基辅当局是真穷还是哭穷 美国紧急从韩国购买一批炮弹和子弹来应急 这就已经证明西方国家和美国的军火产量 用在国内老百户杀上负负有余 却远远跟不上乌军的消耗 更让西方担心的是乌军的后勤不及 在俄军高频轰炸下正濒临崩溃 分析人士指出 由于俄军自4月中旬开始 不间断轰炸污境内的铁路基础设施 乌克兰从西向东 跨越地涅泊河的铁路大通道已被切断 俄军重点轰炸了发电站 输变电设施 铁路交通枢纽 电力管理设施 和电气化铁路变电站等基础设施 乌克兰自10月下旬开始大规模停电 电力设施抢修 哪里能跟得上俄军打击的速度 反而造成乌克兰自西向东方向 电气化铁路大动脉被切断 大量电力机车停运趴窝 目前 乌铁路系统承接着乌军70%的运输活动 从军方运输兵力到弹药 燃料 补给物资 和武器投送都需要铁路畅通 但是由于电气化铁路运输受阻 乌方不得不组织铁路车辆 暂时改用内燃机车 从而大量消耗了宝贵的柴油资源 同时乌军的运输速度也大幅下降 目前 乌克兰拥有三条自西向东的铁路运输大动脉 第一条从西部沃伦州到基辅 在途径哈尔塔瓦州 至哈尔科夫方向 第二条自西部利沃夫州 穿越乌克兰中部地区 进入地涅波罗比德罗夫斯克地区 最后进入顿涅茨克州前线 最后一条自南部奥德萨州至扎波罗热州 是乌克兰南部跨越地涅波河的铁路大动脉 目前三条铁路运输线均遭到不同程度破坏 基辅当局一方面抓紧时间抢修铁路 另一方面通过汽车运输化整为零 在跨越地涅波河之后 通过公路运输 向顿巴斯交火线运送给养物资 最近乌军一共接受了来自西方国家的 105万套东装50万个急救包 以及大约3000吨个型号弹药 在最新统计中我们发现 美西方11月提供了3万发120毫米迫击炮炮弹和9万余发155毫米榴弹炮炮弹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武器弹药中没有152毫米和122毫米苏式弹药 魔鬼都在细节里我们外人都是看热闹 而行家们却能从这些微妙的军火数据中看到战场局势的端倪 按照目前乌军每天消耗3000发155毫米炮弹计算 乌军的弹药库存最多持续到明年一月底 为此美西方正紧急从全世界搜寻155毫米弹药转运到乌境内 同时俄罗斯也在东西疯狂扩产导弹和炮弹 据西美估计俄罗斯的弹药库存将在1月中旬完成补充 因此我估计俄乌冲突的下一场大规模作战 至少要在明年1月中旬之后才能组织实施起来 之前塞尔维亚总统武器级曾经说过 在11月会发生决定战局的顿巴斯大会战 看来要向后拖一个半月了 不过我认为这场大会战的发生还是大概率的 而且对整个俄乌战局走向的决定性也是大概率的 毕竟大炮一想 黄金万两现在战争打的就是后勤 拼的就是家底 基辅当局想获胜 真得要看西方国家愿不愿意继续给他输血了 受天气影响 俄乌战场上的战线没有重大变化 但双方伤亡仍旧十分惨烈 其中巴赫姆特城已经被炸成了一片废墟 没有一栋完好的房子了 整个交战呈现出俄公乌守的态势 由于气温过低 天又连续降雨 俄军因保暖装备不够 出现了一支小分队全部被冻死的悲剧 一看到这我相信很多人会想起志愿军冰雕连 但俄军的冻死和抗美援朝上的冰雕连并不一样 他们是长久浸泡在雨水中饥寒交迫 全身湿冷最终导致身体湿温而死 从这可以看出 俄军冬季保暖装备的缺失是比较严重的 在乌军发布的现场视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当乌军无人机向俄军的八人战好 投掷手榴弹时 七名俄军一动不动 只有一名俄军及时逃出 不是另外七名俄军士兵不想跑 而是身体失温后反应迟钝无法动弹 在绝望中被破成了乌军无人机的火把子 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但乌军的处境也好不到那里去 泥泞的道路让坦克难移动 战壕被雨水灌满 根本无法居住 更别说有效作战了 大部分时间都在清理雨水 原本穿着的作战靴也换成了长筒雨鞋 冬天的下雨天比下雪天更难熬 不过据当地的天气预报显示 下周乌克兰就会进入冰冻期了 届时地面会结兵变硬 有利于双方装甲战车的集中调遣 预计俄乌两军的冬季大战将在一两周后爆发 在道路变硬之前 乌军的重型装备难以完成集结 也难以对俄军发起大规模进攻 在俄乌整条战线上 都有一些零星的战斗爆发 俄乌两军主要就是围绕一些村庄 进行攻防作战 双方每天的推进距离都可以用米来计算 基本上就是俄军在一个村前进50米 乌军在另一个村前进50米 然后俄军把进攻中的乌军打回去 乌军又把俄军打回去 这种村与村之间的拉锯战 除了消耗双方的炮弹和士兵外 没有重大意义 在赫尔松方向 俄军以防守为主 乌军以渗透战为主 有一个乌军雇佣兵小分队成功渡河 渗透到了安东诺夫斯基大桥下面 但被俄军阻击 另外还有一部分乌军从尼古拉耶夫出发 搭乘装甲快艇 渡河登陆金本沙嘴 这个方向也是以渗透战为主 搞一搞敌后破坏行动 无法帮助乌军在地涅薄河进行大规模渡河战役 最激烈 最血腥 最残酷的战役在巴赫姆特 这里已经成了21世纪最大的绞肉机 我说过俄乌战争开打至今 俄军仅占领顿涅茨克州55%的领土 还有45%掌握在乌军手里 如果俄军不能拔掉巴赫姆特这颗钉子 打下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玛托尔斯克 那么俄军最终是连顿巴斯都守不住的 一旦扎波罗热丢掉了 俄军对乌战争就彻底失败了 因此俄军必须不计一切代价去攻打巴赫姆特 拿下斯拉维扬斯克 彻底夺取顿巴斯 打了9个多月 如果连最亲俄的顿巴斯都拿不下 俄军又如何能打服乌克兰